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原矿家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王雪慧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总经理您好 你好 总经理想要请问一下 原矿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那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成立的呢 它是在做一个有机农化的原资财 OK 源头管理应该最重点是说 它是一个有机农化的源头管理 它是蝗虫抗菌的源头管理的资财 农化的资财 OK 那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会想要这么的去推它 因为第一个我们知道 正负一渡西 我们看过 大地坊铺 到现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灾难 我们都知道 其实是整个大自然 你如果没有再注意它的话 它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我们在农业这一块 我就知道在板农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说替消费者把关 我们提供消费者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他能够来友善大地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才能够有办法去做源头 源头管理的这个部分 是 是因为看到源框家 我才知道有源头管理 或者我要派了一大堆 它叫做跌床家务 在经济面上它是亏损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用很多人能力来把关 那这个源框家 他是可以从源头管理的这个有机农划的资财里头 他有一个SOP 你只要照这个农划去做 我根本就不需要要很多人来每个礼拜来抽查 这些从经济面来说 他都是他都是有加分的 也就是说啊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农夫他还是选择就是用肥料 然后用一些农药的一个方式 他再怎么样你去检验他 你就是想办法就是不要有一个农业残 就是那些残留物的问题 那但是你多久就要去一次 但是如果说你在你一直强调源头管理 就是说你使用了源框家的这样的一个资财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会验出任何农药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对 所谓的源头管理是 他根本在蝗虫抗性里头 他根本就没有用农药 所以你绝对不会验出农药 那你想想看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说某某餐厅 然后某某农产交易馆验出了多少的有农药的部分 那为什么城市不穷 因为都在进步嘛 农药也在进步 我就一直让你查不出来 了解 OK OK 那所以其实为了要去推广啊 除了线上啊线下 我们现在在台中市也有这个实体店面对吗 有有在进行路716号 我们就有一个店面了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消费者的消费力非常的重要 消费者的力量现在会可以回过头来让这些农民知道说 哎你要改变哦 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 可以举个例子吗 就是说这些消费者对于你们店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农作物也好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也好啊 他们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会讲健康很重要 健康是所有灵前面的一个一 但是说是这么说 他说我怎么样去把这个一摆进去呢 所以就有也曾经有看到 其实人生病是很很正常的 但是他来到店里的话 他就是说因为医生也建议他一定要吃自然的那个农产品的真实 真味道啦 就是说他本身如果你用里头有农药的含量 有化肥的含量 对你的身体是没有帮忙的 对 尤其是都已经生病了 他才会来千方百计的去找这些好食材 这个是在我们店里面常常看到的 那我们觉得真的是每个人要健康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出来 他就想也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能够进步一样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让这样的一个情况 能够我们去协助消费者 让他能够安心的吃 也对他的健康能够有所加分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 我们在这个健行路716号 开了这个出发心就在这个地方 是 其实您真的准备的非常的周全 就是说他来买 因为你有这个超市的经验对不对 对 对 所以这个超市今天让您可以在这个实体店面当中 他们去买得到这个农作物 那至于这个产品的部分 您其实对于比如说 现在年轻人都很爱喝饮品 对 所以你在茶饮的这个部分直接推出来 然后甚至可以让这些非常有理念的这些年轻人 所谓的有理念他就知道说这个地球是要给他用的 对他要怎么样照顾地球他好好的照顾就是我们的这个永续其实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可以来跟您做加盟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是我们先准备好在那边 那年轻人他知道说要创业 但是创什么样的业对他自己是觉得最值得的 创业动机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会沟通也有人过来啊 那我常说是一个共好的理念 共生的经济不是什么都我们来做 我们只要把这个基础面做好了 我就是每一个人来加分 那每一个人去赚他们该赚的部分 这样那个经济量能会比较大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本着这样的一个原理 然后让来加盟的人我们就会跟他谈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第一个民以食为天 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对身体是不好的 那你绝对不会健康 当你这个东西种的时候你是用农药的 你不是用这个有机制裁 你为了防虫抗菌 你为了让它长出比较好的 就比如你可能会听到 以前人家说 这个地方是我们家要吃的 这一块是要卖给台北人的 我想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嘛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 我常说我们在一个平台里头 我们说的很公平 这是消费者所花出来的力量 他说我要便宜又好看的 那便宜又好看怎么给你 放化学回料那长得最大 然后用农药他就不会有虫吃 所以就很漂亮 所以有时候是消费者 你所花出的你想要的部分 就造成今天整个地球的这个状况 我用这个例子其实就很清楚嘛 所以我觉得成功是要找方法啦 我觉得是要从消费者这一端先觉醒 我们对这个地球 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 每一个人能够做的不一样 那我觉得原况家他把这个基础都做好了 那我就说其实我们在说火锅 咽出来等于在吃荣耀汤 我们在做有机茶饮 其实你如果有荣耀 你也等于在喝荣耀 何况我们曾经看过就一朵玫瑰花 他整个事业就垮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是大家共好 你在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对你是有所加分的 因为你在研资产 你来跟原况家的这个部分 我有时候都说你可以用双品牌的部分 因为原况家他就是代表有机之材 他没有农药没有化学回料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原况家的品牌 跟你的品牌来做双品牌 那这样子我们很多的食材就是由这边 那我们就可以来叫农民来种了 我觉得这样缓扣回来 那对开这个茶饮店的人 也正很有好处 第一个他不用担心 我的原材料万一被人家检举的时候怎么办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当这样子做起来之后 我们会告诉大家说 真的国家是国以农为本 我们今天在农业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进一份力量的时候 我既然要创业 这个东西都已经准备在这里 而且原况家的这个有机茶饮 这个品牌的这个连锁的部分 也都设计好了 那设计好我觉得只要你懂 我们也不一定是要整个的过去 你可以说你可以做哪一部分 因为那个出发心是 每个人做的量能不一样 但是我有心 我觉得年轻人说真的 大家都要喝茶饮 但是你说喝化学的500cc 我有时候看的都觉得很不舍 因为真的以后身体老了以后就知道 或许还不用老了 稍微过了一些年纪 他就会觉得会有反应出来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吃进去 那土地也一样 我们如果用为了防虫抗菌 为了让它长得好 能够卖得出有重量 那我就用荣药的部分去防虫抗菌 那你就伤害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进去的这些荣药 它所长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不健康 所以了解以后它是一个循环 那这个循环就是说 当有人来看盐矿家 我觉得第一个 我不是很赶紧的时候 都要把盐矿家茶饮推出去 我觉得是第一个先沟通 你来看这个 那你为什么要 那我为什么做这个 我让他很清楚的说 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 就是说 一样是要赚钱 我在盖教堂 跟我在做工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 在第一个接触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希望跟创业者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之后 之后 我们大家一直来加值这一块 OK 那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您其实之前在这个 板农的这个资历 让你就是退休之后 义无反物的 就是在投入去成立原矿家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机点 让你觉得也为你加分 让你很有信心的这个部分 是属于这个永续的 这个ESG的部分 对不对 对 在这个地方 您其实也做好准备了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探权创架 这个真的是会回到农业的本身 对不对 对 这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在说ESG 我从板农退休之后 我在做友善大地这一块 我能够有盐矿家继续来经营 我就在做ESG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一个是 你怎么去跟它相应 然后因为在农业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知道 这是一个天使 这是联合国为了整个地球永续 所定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目标 因为大家已经COP28了 大家也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 所以现在就用经济制裁了 所以ESG你要写入你的永续报告书 所以在这个部分 它我们先提供这个 第一步进去让消费者能够有一个平台 然后再往前的话 你在永续报告书 你不管是任何的餐厅或是你的企业体 你以后的员工要出差干嘛的 他都会叫你要选择这个邮寄的部分 你才能够写进去永续报告书 所以我们看得懂的话 我们现在是应该要先就定位 那就定位的话就说 它是一直的往前推 短期邮了 把这个餐店推出去了 然后未来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部分 或是餐厅的部分 或是光光的部分 它都会是一个结合 当这个量能够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 这个种植方法学 跟作物方法学 去联合国申请这个探权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量能要够大 可是你没有一二三 你就不可能到四五六 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来跟我谈这个 品牌加盟的时候 我都会先跟他谈这一块 我们做这个是有步骤的 先把一做好之后 我觉得未来希望做到这样子 那这样子我们真的在为台湾就说 所有的产业它都是在减排 农业它可以做碳汇 所以他在探中后的时候 对台湾这块土地 不只有帮忙 对产业是有加分的 所以我才说 我们真的是理解了以后 我们会觉得很值得我们投入 当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必须有共识 就是说 每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将心比心 我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愿景 那我能做什么 我想说我先做了以后 这个量能起来的 我们绝对有那样的心怀 创架出来不分 大家怎么公平的分吧 是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球就有救了 是 其实您的理想就是 大家理念越来越能够彼此了解的话 那在做这件事情 碳权是可以创架的 对 碳权可以创架 那我们基本上要碳汇 就是这样的一个汇集 碳汇之后 然后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比如说刚刚提到农业跟工业 那农业跟工业之间 它就有一个碳中和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那有碳中和关系 然后最终它还是交易的一个问题 碳易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都已经在你的蓝图当中 对不对 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 就是从 从到现在 你觉得你是很有信心的 这个信心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 这应该是老天要做的事 是 我这么想 是 所以我很认真去做 OK 我就觉得贵人自然会出现 是 为什么我选上板龙总干事的时候 是2008年 是 选上以后 我根本不用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因为我认真去做 贵人就来了 李登辉总统为了一个超市来剪載 所以我觉得当你用心去做一件对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他会有一些天使会来帮忙 所以我相信我既然有第一次的经验值 我现在更有信心 这是第二块的这个板龙友善大地 但是他从不同的 因为以前是公家的部分 我现在是从个人的部分 来 但是他就是一个共好的经济 我只要把这样的来跟大家沟通 我们除了赚钱之外 我们还有他不同的使命 那我相信会有人听得进去 一定 因为你听进去以后才会愿意去做 你如果光 我说你如果光只为了赚钱 好像不必那么辛苦 我总觉得这样子 是 今天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元框加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王雪慧女士 跟我们说这些东西 大家要记得就是 我们的消费力非常的值钱 我们虽然花这个钱 可是值钱是在于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地球的永续 再次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